小伙儿刚来到藏剑阁 便有一把飞剑要认他为主 而他却想要密室中的那把天斩 可此门已有二百年无人开启 想要走入那里还必须破解一道剑阵 众人只知萧瑟棍伐了得 殊不知他的剑法才是杀手锏 他所使用的乃是列国剑法 只有萧是皇祖子弟才能学习 一会儿功夫就有九把飞剑向他臣服 只见萧瑟纵身跃起 号令术把飞剑为他驱使 瞬间化作一条巨龙生腾 在他的指使下一指金龙破密门 就在此时所有飞剑的矛头都指向萧瑟 要想进入密室取剑必须阻止剑阵干扰 这里的麻烦只能交给迁洛 当萧瑟进入密室中想要拔出此剑 瞬间进入自己的意识中 他的父皇出现面前 因为狼牙王被冤枉致死 一直是萧瑟的一难品 从而父皇成为他心中的心魔 然而现在的皇帝正卧床不起 萧瑟立即断定自己进入了幻境中 他挥起天斩披向皇帝 要展出心中的魔性 可画面一转萧瑟看到了朋友为他身受重伤 洛青阳正要下毒手时 萧瑟立即想要阻拦 正是这瞬间的心怨 让他回归现实中 而他也被一道金光弹开 清醒后的他才知道刚才进入心魔幻阵中 此时首剑人出现 告诉他虽然展出魔性却心有羁绊 只有不被任何人束缚才能把出此剑 而萧瑟的羁绊便是他的朋友们 所以他甘愿放弃取剑也要保留友情 因为此剑与他追寻的大道背道而驰 三日后萧瑟独自一人前去挑战剑仙 跟随他的只有那九把飞剑